在阅读此文之前 麻烦您点一下关注 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 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 感谢您的支持 他是一位生于1968年的大叔 不仅长得幼土还丑 而且还特别不敬业 在演唱会上从头到尾主打一个摆烂 然而全国影迷却都愿意为他买单 演唱会结束了都不愿意离去 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魅力 500演唱会让歌迷帮忙唱歌 有500的粉丝开玩笑说 我是花钱给500唱歌去了 还是带伴奏的那种500自己也开玩笑说 500的音乐会估计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演唱会了 想唱首完整的自己的歌怎么就这么难呢 别的歌手开完几个小时的演唱会 都是累得不行 但是500开完演唱会却是全程在指挥歌迷唱歌 有时候还能拿出保温杯 悠闲的喝两口热水 你来起个头 我们来唱歌 500明明是个歌手 最后成了个指挥 还有寻场员 如果是其他歌手这么做 估计早就被歌迷要求退票了 但是500的粉丝是真的爱他 不仅常常演唱会坐无虚席 而且最后演唱会结束了 观众被主办方驱赶都不肯走 还要继续为他唱 就连500都无奈地提醒粉丝 你们可以回家咯 但是台下的粉丝却一口同声地 要他再来一首歌 哭笑不得的500最终还是满足了歌迷们的愿望 就比如在500郑州演唱会现场 大叫大家回家 但是大家都不同意 非要500唱突然的自我 结果还是满足了大家 歌迷参加演唱会 本来就是图个乐 如今500已经和歌迷处成了朋友 他们自己愿意唱就唱好了 为什么一定是歌迷安静坐在下面 歌手在台上唱歌呢 为什么500的演唱会这么火爆呢 全场500唱30% 观众唱70% 他的手指到谁 谁就是主唱 从长相到发型 还有500每次演出都像是邻居老大爷六弯 基本上每场穿的都是阔腿裤 没有一件和好看沾边 500自己都开玩笑 说他的美套演出服 估计都是限量版 因为做多了很可能卖不出去 其实500很多粉丝都是70后和80后 很多粉丝表示 戳中我们太多770后和80后的事 没有几个嫁给爱情 也没有几个娶到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500的歌那才叫音乐 前奏响起 全是青春 响起高中课间广播 流淌出来的旋律 但转头看见全场身材发福 头发稀疏的男女 原来青春离我们那么远 那个时候还在想着自己会从事什么职业 会找什么样的人结婚 而现在再过几年就开始张罗孩子的婚事 要接受不想老去 但是必须会老去的无奈 已经快忘记我们曾经也有过梦想 但是当500的歌声一响起 70后和80后的青春又回来了 所以说500唱的不是歌 是70后和80后的青春 那个一文不值却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虽然网上不少不了解情况的网友批判500的不敬业 但是500的粉丝却为偶像辩解 他们是自愿集资把500请到现场 听他们唱歌就这么回事 现在人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难得在现场上的宣泄 而500的演唱会却满足了他们所有的需求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500能够再次翻红的原因吧 500人物志 很多人都以为500这个名字是一名 但实际上500从小学开始就叫这个名字 据说是因为500成绩优异 所以后来读书的时候 父母给500改了这个名字 意思是希望500能够五门功课都考一百分 总共也就是500分 500小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相信他能够成为一名音乐人 就连500决心踏入娱乐圈的时候 很多人亲戚都还在反对 因为500就是典型的破罗嗓子 没有一点的天赋 儿时的500想要当一名画家 但是因为家里穷 没钱送他到艺术班学习 所以500只能放弃了这个梦想 长大之后的500做过很多职业 但是都做不长久 直到有一次看到乐器行的真人启示 他才决定去试一试 没想到这一世 自己竟然真的成了一个音乐人 500的音乐之路其实很顺利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大红大紫 当年神仙打架的年代 500的歌并不是最出色的 但最耐听的还是500的歌 可能第一次听觉得挺好听 慢慢就觉得旋律越来越打动人心 比现在那些口水歌高级太多了 什么流行歌手 网红唱的全是一样的调调 很俗的歌词 1990年的时候 500发表单曲《小人国》 之后又成立了China Blue乐队 1995年 500发行了自己的在线专辑500的Live网费青春 之后就是不断地开演唱会 1996年 他的第三张唱片出炉 一首《挪威森林》将他推上神坛 他的传唱度不亚于陈奕迅的孤勇者 不过可惜是在颜值上有些吃亏 500一直都不被算作一线歌手 但是500在圈内的认可度却非常高 陈奕迅曾经说过 放过我吧 我都快50岁了 我恨张学友 500也相当招人恨 要不我怎么会开车撞他 当然 这也是开玩笑的话 但是500能把这种大白嗓搞成自己特色的 真的是娱乐圈的头一份 而且500很多歌就是旋律简单 觉得很口水 但编曲却很牛 500歌曲为何这么火 主要是歌曲写得好 没有脱离年轻的思想 写出年轻人的心声 特别是写情感 爱情方面的歌曲 深入每个年轻人的心里 几乎曾经年轻的每一个70后 80后都喜欢过500歌曲 500歌曲容易唱 歌词写得有感情 让唱着唱就哭 708090后都喜欢500 不过现在00后也开始喜欢500歌曲 证明现在华语歌曲更新换代不行了 500生命里的挫折 别看500是有绝对实力的音乐大咖 作曲 作词 演唱 而都是名曲 传唱度很广 但是他生命里的挫折可一点都不少 500在20岁的时候 两个弟弟都因为意外离开了他 一个弟弟死于车祸 另一个弟弟死于癌症 当时500的母亲天天躲在家里流眼泪 500就跪在母亲面前和他说 妈妈 没事 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在爱情方面 500也是执拗的可爱 很多台湾女明星都毫不掩饰的对500表示了欣赏 别看表面上的500像是一个粗犷的汉子 但是实际上的500心思非常细腻 而且很绅士 在合作当中非常尊重女演员 不过500却笑着说 可能是因为我的外表 女孩子第一时间都不会想要去了解我 我很难和女孩子聊上三句话 除了我的妻子500的妻子叫做陈文佩 是她的经纪人 在和陈文佩结婚后 500一直没有绯闻传出 这在各种乱象频出的台湾娱乐圈 确实是非常的难得 这才是真实的音乐人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只是干干净净做喜欢的音乐 在静谧的森林里享受那份乐趣 陈文佩和500的认识也非常的戏剧化 当时公司让陈文佩可以自行选择一人 当他听到500的新专辑一出来 第一感觉怎么这么难听 可是当听说500在25岁的时候 已经写下了挪威的森林 他还说他的天空有一半是黑色的 陈文佩瞬间就对500产生了兴趣 决定成为他的经纪人 在500事业不顺的时候 陈文佩一直陪伴在500身边 他表示 30年前知道500他肯定会红 20年前他怎么还不红 10年前他怎么还是老样子 不温不火的 再不火可要退休了 现在终于等到你紫气东来了 看了500一个采访 他说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 那座桥是用眼泪做成的 真心和爱的升华就是眼泪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陈文佩爱500 因为他真的是那么柔软的人啊 500和陈文佩结婚多年一直都没有要孩子 两人是铁钉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感情 虽然500现在已经大红大紫 但是在陈文佩眼中 500还是那个性格有点奇怪 做事不按套路出牌的男人 其实500的实力被很多人给低估了 所以不少500的粉丝都为偶像感到可惜 哪怕是窦尾也无法和500相比 顶尖作品质量可以 但数量上还是差了不少 至于张楚崔剑的顶尖作品 离500距离太远 二手玫瑰谢天笑什么的 就别强行对比了 不一个层级 而且500的实力全是自己的 相比国内歌者 刀狼也有实力 但被一帮人围堵打压抹黑 音乐界不乏有才干的人 但有时候环境和人为的因素抹杀了创作 倒是马虎又鸟成了明觉 总结 有一位500的歌迷表示 我是一个内心比较感性的人 在听了听500的春花秋月之后 开始喜欢他的歌 很走心励志 也很有代入感 后来他的浪人情歌 痛哭的人 钢铁男子 被动 白哥 与你道永久 梦的河流等等都很好听 很有味道 作为歌手 500他创作的歌曲励志 且不是音乐情怀 来来来喝了这杯 还有三杯 这种接地气的台风 是问谁不喜欢 作为名人 非文不多 为人平和 以上这些 是他的音乐 能让听众产生共鸣的主要因素吧 是